两个人的连线基本上现在铁米就是在外围的机会应该也还蛮多的 他也是有外围投射能力 三号横挡五号的防守者 五号绕过掩护接球 制造篮下时间差获错位单打的机会 把六中 对啊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把丢任何一球 对拔球相当的准啊 这个底线的战术让瓦斯本篮底下拿到两分 目前太强已经是二十二分 这边有一个单打的机会 瓦斯本再添两分 都没劲了而且第二阀是比较明显的偏差 但是他的身材厚度 目前在钢铁的进区里面来说是蛮需要的 好三离 哇所以在进区里面被他卡出了位子 这领航员过去几场比赛非常善用的战术 底线做一个横挡 然后桑尼的要位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接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篮下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聪明 然后赤金瑶跟大汉还有卢俊翔表现都很出色 自然而然就没有太多得到教练的信赖了 张正牙目前三分九十九投两中 这场比赛完全没有上场的机会 赏你在篮底下药卫成功 其他的得分手段也是非常的多元 其实这场比赛对两队而言来讲 都是只有两位洋将的选择 篮底下瓦斯本的扣篮得分 欢迎颜色在蛮长出口的一个位置上面 陈利卫给到篮底下桑尼摆进这两分 经过这个一个横向的一个掩幕 来去制造这个篮下的一个空挡